老外的脑洞何其的大 原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华夫饼机 都能被奇葩老外霍霍的不成样 瞧 直接把一串葡萄放在华夫饼机上 启动那刻 内部直接发出呲呲声响 当再次打开后 天啦鲁 这还是我喜欢吃的葡萄吗 紧接着老外又往里放了三根雪糕进去 放下去那刻 雪糕也是冒出缕缕白烟 等待几分钟加热 没错 里面的雪糕如大家所愿融化出一滩液体 不过看起来咋还是想舔上一口呢 然而要是将闪光球放在华夫饼机上加热 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老外清测掀开锅的一瞬 画面简直太美了 将三个闪光球放上去后 就将盖子盖住并启动开关 还没两秒 原本又大又圆的闪光球 瞬间变成一滩黏糊糊的粘稠物 不过看着这五颜六色的画面 其实还挺漂亮的哈 不得不说老外实在太会玩了 视频的结束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在视频下方留下您的手机后四位 我们一起帮你寻找有缘人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 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